有疑問找醫師 每疑問找知識 歡迎收看凡真跟療師 大家好 我就是凡真新來的心境醫師 葉宣根醫師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要讓觀眾們更認識醫師 所以要用QA的方式做進行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囉 好 那第一題 葉醫師你的學經歷是什麼 我是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的 然後之後去林口長根做實習醫師 然後之後在林口長根接受外科和整形外科訓練 在林口長根完成了整形外科的總醫師訓練之後 去嘉義長根當念組織醫師 為什麼會想教讀醫學系 感覺很像是那個大學推薦正式的問題 講實在話就是成績到了 其實說真的 我比較喜歡做跟人互動的一個工作 加上我有喜歡動手做一些小的東西 那做外科就可以同時又跟人接觸 又可以動手做這件事情 同時一舉兩得 好 那第三個問題是 第一是你主要的看人的項目有哪些 那我主要看著跟一般整形外科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主要看片頭痛手術 那除了片頭痛手術之外呢 我還會做眼周的手術 包括上下眼皮、眼帶手術、眼面部的拉皮手術 其實凡登在長根整外 一直都是一個聚集了所有很優秀的學長的一個單位這樣子 那有一次我在醫學會有機會遇到那個 馮中和院長 跟他講說我想要來這邊看一下 學習一下這邊手術這樣子 那經過幾次在這邊參訪啊 那有一次我就毛睡之間就跟馮院長說 那我是不是有機會可以來這邊看準這樣子 很開心馮院長就有給我這個機會來這邊看準 你覺得你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? 我會覺得說我是一個 對任何事情會預先做好準備的人 才有辦法真的很好地把握住機會這樣 那凡登未來有什麼期許呢? 對 凡登未來有什麼期許喔 因為其實凡登是一個 大家在這邊的所有的醫師 他都有一個各有所長、各有專精 那我希望能夠在這邊能夠 跟所有的學長學到各這些手術啊 然後這些做事情的方法、態度 然後同時帶給這邊的顧客、病人 那我的手術 那包括天總統治療 那包括那個 也面這邊部分的美容手術這樣子 那葉醫師要不要稍微講一下你之後 大概是時間會在凡登看的嗎? 喔!我之後主要是 禮拜一和禮拜六會在凡登 單數的禮拜一會在新竹凡登 那雙數的禮拜六也是在新竹凡登 那雙數的禮拜一是在台北凡登 好複雜!大家去官網看好嗎?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邊影片 或凡登的所有影片 那請大家按讚加訂閱還有小鈴鐺喔 掰掰 掰掰